卷粉 凭借着爽滑的口感和易消化的功效 一直深受玉溪老少时刻喜爱 对于玉溪人来说 胡卫刚开的这家水魔房手工卷粉 几乎无人不知 带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手工卷粉 飘香了整条玉溪的小巷子 山地仙道质地较为柔和香糯 除此之外还会用到另外一种米 桂巢 这种米更硬 想要制作出软中带韧的卷粉 就需要这两种米的完美配合 接下来是第二个步骤 桃米 去除米中的杂质 用刚打上来的井水进行淘洗 再经过一夜的浸泡 让米的质地变软 把米放在纸尖一撮 来判断浸泡的时间 是否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下一步是磨浆 制作手工卷粉的米浆 必须越细越好 经过三次研磨 保证姜质的细腻 用滤网透过纱布滤掉质地较硬的颗粒 此时磨出来的米浆 要根据浓稠程度加入适量的清水进行调试 有了前面的步骤作为基础 接下来要进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卷粉在保证软薄的前提下 又要具备一定的韧性 实属不易 米浆摊盘 是真正考验手工者技术的时刻 烧水 让水的温度达到90度之后 放上盘子 倒入米浆 开始转盘 借着水波一拉一转 张尺有度 如今 摊制卷粉 对于胡胃缸来说 可谓是得心应手 多年来历练出来的手上功夫 让卷粉非常的光滑平整 借着水温的作用 卷粉慢慢成型 接下来就是晾晒的过程 把卷粉摊于波济里 进行30分钟的晾晒 一张细腻爽滑 晶莹剔透的手工卷粉 制作完毕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可以卖出一千多张 新鲜出盘的卷粉 乃是战胜苦夏的利器 佐料中的香味渗入其中 鲜香浓郁 尝上一口与黯淡的胃口 来一场酸爽口味的夏日大作战 由于卷粉 由于卷粉具有包容性的口感 胡尾缸搭配了很多不同口味的吃法 来满足不同食客的需求 除了 除了常规的凉卷粉之外 鲁卷粉 蘸水卷粉 也给想尝鲜的食客们 提供了不一样的选择 而一道米酒冰卷粉 更是别出心裁 爽滑的卷粉里 加入了冰镇的通海甜白酒和银耳 吃腻了常规卷粉的味道 糖卷粉也是不错的选择 夫 Arc 冰卷粉